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直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胡人主场迎战国王 本赛季国王这个对手对于胡人来说,是有说法的 两队第一次相遇,双方苦战三加十 中午的比赛达到下午三点,第二次对阵胡人25分大胜 今天是第三回合交锋 没想到沃格尔还是摆出小阵容 詹姆斯打五号位,而斯坦里约汉逊第一份十天合同到期 要到当地时间六号才能签第二份合同 所以今天没办法出场,比赛打得非常胶着 胡人失入很少,但是国王外线投射更多 比分交替领先,霍华德今天高效爆发 而最后时刻老詹联手微少锁定胜局 最终胡人122比114击败国王 胡人迎来三连胜,阿里扎本赛季第一次先发 阿里扎是没办法替代斯坦里约翰逊的 詹姆斯此前尝试坚打五号位 但是很多时候使斯坦里约翰逊去篮下顶人和对抗 缓解詹姆斯身上的防守压力 今天的比赛,胡人这套小个阵容 非常忌惮对手篮下大个子 开场不敢往内线进攻 当然,胡人得益于多点开花 还是能够咬住比分 两队的主攻方向不一样 国王有内有外 当胡人小阵容在场时 国王就往篮下插伤 而且屡是不爽 沃格尔被逼之下 被迫重新启用霍华德 在我看来,虽然霍华德今天打了22分钟 12中6拿到14分14篮板3助攻2强段 但是,沃格尔灌输了一个坚定的信号 除非万不得已 否则不会上霍华德 霍华德上场就做三件事 挡拆,篮下呼框 金光二次篮板中强迫篮家吃饼 不得不说 忽然这些封线球员 都非常喜欢霍华德这种中锋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第一节最后四分钟霍华德上来后 李福斯 塔克都在充分利用霍华德的身体天赋 塔克今天13中9拿到19分 他至少有三次是利用霍华德的挡拆后寻找出空间 完成中距离投射 霍华德如同一堵墙 直接把对手隔在外面 而李福斯也好 门客也罢 他们在低位 在侧翼持球时 他们一定喜欢篮下有一个能够轻松接球的大中锋 谁都不想顶着对手防守强逃 第二节霍华德和门客 老战那套衔阶段阵容 真的把国王给打懵了 内线冲不进去 外线包括李福斯 门客防守都非常积极 国王连运动战得分都成奢望 在我看来 沃格尔并非不能使用小个阵容 毕竟小个阵容能充分拉开空间 为微少和詹姆斯冲击篮下提供更多帮助 身边有更多射手 但是这是有前提条件的 沃格尔是一名防守出身的教练 他自己防守端漏洞百出 如何去调配球队进攻 实话实说 老战也好 微少也罢 今天的手感都不算好 微少投出好几次三步战 老战上蓝也不忠 可以看出 老战在遇到类似于莱恩 琼斯这种两米一以上的高中风时 他也很吃力 这种情况 必须把霍华德拿上来 甚至说要给霍华德20到25分钟时间 专业的人要做专业的事 忽然不缺专业的人 关键是沃格尔是不是愿意让他们发挥价值 逃开最后的结果 其实我想说湖人本赛季 经过这两个多月的比赛 基本上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打法和阵容轮转 联盟很多球队都有高中风 即便戴维斯回归 他能不能保持身体健康还不好说 他的状态能不能支撑他长时间打5号位 我相信沃格尔都不敢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 老战他首发5号位没问题 但是霍华德需要至少保证15分钟出场时间 一方面是篮板球的保护 包括前场篮板冲抢 还有为湖人测意提供一个内线支点的角色 最重要的是霍华德能挡拆 湖人现在除了霍华德 谁还能有高质量的高位挡拆能力 没人了 湖人打到第四节最后时刻 为什么能反超 因为霍华德在场时 保护好了篮板球 詹姆斯终于将全部精力放在进攻端 击亏对手 就这么简单 只能说沃格尔今天调整还算不错 唯一一点不足的是 底四节出段 应该提前让霍华德上场 那段时间国王米切尔 哈利伯顿都在冲击篮下 但东尼和老张完全没有互况效率 只有派上犯规 太艰难了 等到国王拉开分叉再上霍华德 亡羊补牢 几次了 卧格尔就这么不在意队员辛辛苦苦建立的优势 希望霍华德能够得到更多机会 真不是可怜霍华德 而是湖人需要霍华德 等到纳安回归后 湖人整个后场选择性更多 包括塔克 纳安 李福斯 门克几个人或许要竞争上岛 但在我看来 现在能够适应詹姆斯体系 能够在威少身边施展价值的球员 一个是门克 一个是李福斯 门克喜欢给霍华德传球 能搭档老瞻 持久攻况效率也很好 李福斯防守兢兢业业 不犀利 而且协防一时出众 塔克身边有霍华德 能得分能测应 湖人未来或许应该多使用 这几个能够有一定持球能力的发起点 老瞻不是万能的 微少地串联伴随着大量的失误 如果霍华德能激活塔克和门克 何乐而不为 霍华德激活门克和塔克的同时 还在帮老瞻减负 这还有拒绝霍华德的理由吗 霍华德今天用他14加14的数据 给了沃格尔运记响亮的耳光 事实证明湖人不去内线 甚至说霍华德不比联盟任何中锋差 只要给他上场时间 哪怕不给他未比 霍华德都能交出不错的数据 前提是沃格尔是否愿意给他机会 如此优异的表现 我觉得下一场沃格尔没有拒绝霍华德的理由 而且对手还是拥有科林斯和卡佩拉的老鹰 除了霍华德以外 微少的表现也是非常关键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比赛微少也中介了一项尴尬记录 那就是他此一全场比赛没有出现过失误 这是微少本赛季首次单场零失误表现 同时这也是微少自离开雷霆队之后 首次在比赛中没有出现过失误 此前 他曾连续407场比赛出现过失误 这个连续失误记录高区联盟第一位 而此一微少单场零次失误 这也中介了他连续407场历史最长失误记录 此一微少的表现值得认可 在这场比赛中 微少在处理球方面非常冷静 在没有机会的时候 他不会选择进攻 同时在传球方面 他也更加谨慎 不会出现低级的失误 虽然此一他的投篮效率并不高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于胡人队的重要程度 在比赛中 他给球队提供了活力和能量 他对于篮板球的冲击 在持久突破方面的表现和快速推进的反击 在这些方面 微少的表现都很不错 虽然微少数据一般 但是他的作用无法完全用数据来展现 正复制高区全场第一位 这也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其实这样的微少才是胡人队最希望看到的 在此前的比赛中 微少大量吃球 虽然能够给队友创造投篮空间 但是他每场比赛也会出现大量的失误 数据显示 微少本赛季场均会出现4.8次失误 这个数据高区联盟第二位 单场出现5次以上的失误 在本赛季已经见惯不怪了 而微少还曾三次出现至少9次失误的表现 在控制失误方面 微少的发挥可谓是非常糟糕 而微少的大量失误 也让胡人队缺少了很多进攻的机会 胡人队此前发挥不佳 微少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而在国王队的比赛中 微少表现得非常冷静 打球也很合理 在有机会的时候都会尝试着投篮 而在自己没有好机会的时候 他也会把球交给队友来处理 自己通过无球找进攻的机会 相比较此前 此一微少的发挥要好不少 球队能够取胜 微少也功不可没 从这场比赛来看 胡人队似乎已经找到了 如何防止微少出现大量失误的方法 那就是减少微少的处理球 然后把球交给詹姆斯或其他球员来处理 让微少成为球队的终结点 而不是发起点 从这场比赛来看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微少零次失误 其他球员的进攻效率也很不错 全队多人得分上双 同时还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在后续的比赛中 如果沃格尔坚持减少微少的处理球 增加其他球员在战术体系所扮演的角色 那么想象胡人队会变得更好